我是环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德国大众集团总裁迪斯和英国汇丰银行CEO启耀年 最近都受到西方舆论的攻击 原因是他们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说了政治不正确的话 前者对达欧斯论坛说 他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并且表示中国公司在欧洲投资遇到的困难 要比欧洲公司对华投资更多 后者则表示 汇丰银行冻结多名乱港分子的账号 是遵循香港警方的要求 没有政治动机 他还表示汇丰高层 亲身经历了香港骚乱期间的种种暴力事件 他还回应对他的虚伪指责说 自己只是银行家不是政治家 老胡只能说 这两位商界精英都说了大实话 西方如今形成了抹黑中国的舆论铁幕 并且要求企业界政治挂帅 这已经严重威胁到跨国企业的生计 一些企业受不了了 才会出现大众和汇丰这样的言语反抗 众所周知 欧洲与中国没有严重地缘政治冲突 中欧主要存在价值观摩擦 但如果价值观摩擦 能够成为阻止双方经贸合作的强大理由 那将是多么可怕的 人类交往文明的倒退 少数西方的意识形态狂 我认为简直就像野蛮人一样 自我放纵 他们完全不配身居现代文明的顶端 大众的三分之一以上销售额 在中国市场上实现 汇丰去年的大部分利润来自中国市场 一些英国议员提出 要汇丰撤出香港 他们完全是一群愚蠢和狂妄的门外汉 无都有偶 一段时间以来 就中国人权问题 经常学美国腔调的日本政府 26日表示 东京不认为中国在新疆实施了种族灭绝 而这顶粗暴的大帽子 已被西方极端反华势力编织了很久 并且由蓬佩奥在下台之前 扣到了中国头上 这简直形同于对中国的外交宣战 东京也不得不与之保持距离了 对中国错误的认知 加上傲慢与狂妄 导致了西方尤其是美国 过去几年部分对华舆论和政策的 歇斯底里 然而呢 需要指出 在21世纪里 这样的政治挂帅 最终是搞不下去的 因为各国民众的最大祈求都一样 那就是要过好日子 地缘政治狂热只属于少数精英 这种狂热虽然能在舆论场上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但他们更多是屌层的游戏 民意的深层永远都会支持和平为贵 和气生财 一些人呢 搞对中国的围堵 设置对华舆论铁幕 注定会是一场历史闹剧 被时间冲得残破不全 准确说 他们是在拉一张网 想要拦住穿越草原的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